这一节目的新冠危险疫情是再度影响在很多点 介绎生理学民众的收入 在立法委员丹明文在这些公司所基盘的 疫情所困税民会当中 这些公司赞养提马当中来宣布 要来几位让每一位公民都可以领到 本业保障金 上市的方案已经在建议当中 未来的善告公民代表会来的心意 今天当中在这些公司五楼大礼等 立法委员丹明文基盘的疫情所困进行方案所明会 会中各部会也宣布了各方保障方案 还是减免组金的办法 一直将乡乡丹明文在会中也宣布 已经在延年全乡乡民的方案保障金 延年文比较后会送给乡乡乡民代表会来生意 今天立法委员丹明文基盘 加义官参区的新冠疫情疏困振兴方案的所明会 有担任到我们经济部 交通部 农委会 财政部 中央的官员 和现场我们参区一两百人来现场 来听出随便 感觉到我们中央对我们加义官 对各国家社会一些市场经济的保障切施 在这个董哈 大家去上网查阅就有 我们立法区也有证刑方案 就是说只要立法区的单位 区域 或是新写的单位 我们决定下半年在七月到十二月都免受资金 包含到我们乡乡土地 汉字地 乡乡地 只能做在政策的 也都半年不免受资金 还有我们立法区交代表会合作中 我们代表会对加乞认通过后 我们会立法区的专乡境 每个人都发奉 资金 这就等到代表会通过来说明 以上大家刺激经济 希望能够让我们社会经济 丁哥老爷起来 大家平安为上 感谢 除了原理中的方案保障金以外 法区也有进行方案 法区也有进行方案 不管辛苦 从七月开始到十二月 这半年的时间都不用受资金 包括香港所作用来整理农作物也是同样 在这段时间都不用资金 就是希望县钱大家的负担 让经济中心回合予正正的繁华 西星新闻正义生 第几乡 彩虹报道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嘉义县长翁张良 随着疫情的升温 我要提醒大家 新冠肺炎的确诊以轻症为主 确诊者做好门诊分流 不恐慌 提亮防疫人员的辛苦 让医疗量能能够保持顺畅 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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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离处置 记得资料填写一定要正确 若你不是上述的三类人员 使用家用快筛检测阳性 一样 不免惊 将你快筛四季包好 携带健保卡 自行开车或由家人载送前往四大医院 防疫门诊做PCR检测 报告未出来之前 请在家一人一室 以家人分开 请勿恐慌 如有呼吸困难 气喘 胸闷 以及持续的胸痛等紧急状况 请打119 或由家人直接送医院诊疗 最后我要呼吁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 戴口罩 打疫苗 全力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 若有问题 可拨打关怀中心的电话 05362-1150 由专人为你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